搜救人员着装入山边走边移除障碍 每一步都得比平常来得小心 因为整个步道满目疮痍 他们会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就是因为这名老翁五号准备下山前 和家人通完电话就此断了音讯 而整个搜救行动在六号下午两点多 有了进展 人在树林里的边坡寻获了 但已成了冰冷遗体 这也让前来的家属无法接受 放声痛哭 平常有登山习惯的七十五岁 零星老翁这回从圆亨四北塔入山 下山前还曾致电回家 但家人时时等不到他心急如焚 还上网要大家帮帮忙 经过一夜折腾最后是在南寿山 距离寿山动物园登山口不远处找到他 搜救人员研判应该是台风过境 步道都是断肢 老翁疑似为了闪避而改变路径 最后不幸失足丧命 至于详细的原因都好在进一步调查理清 华新闻陈信仁高雄报导 哈喽我是蒋心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